字幕影响 哈喽,这里是魔术达安斯尤打 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卡通系列 不过呢 我觉得今天这个造型是我 有史以来做过最难的 我给它五颗星 不过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角色 你们猜猜这是谁了吗 答案就是 忍者龜 對 他每個人都有名字 拉貝爾 還是那個米開朗基羅 欸 剩下我忘記了 所以呢 你可以做四個 不同顏色造型 只要換他的眼罩 的顏色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 解析一下吧 我們用紅色的這一隻 我記得他是隊長 來 首先腳 腳這個一隻 不過腳你看起來結構就很簡單 就是呢 他上面身體做好之後 然後把它繞個圓 然後坐下來 腳成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他的龜殼 當然就是前面 後面跟後面是兩條不一樣的 顏色 然後前面三條 後面三條 然後上面一定會有一個節點 上面這個位置有個節點 然後下面呢 下面應該是這兩個 也那個 氣球 把它做一個節點 然後他就可以前後這樣夾起來 然後夾他的雙手 跟他的雙腳 好 我覺得最難的呢就是這顆頭 其實我也研究了一陣子 我先把眼罩拿起來 包含他眼鏡 有沒有覺得拿起來變得很恐怖 好 其實呢他可以頭跟手呢 是不同氣球 但是我後來覺得有點浪費 其實他大概都只用一半一半而已 所以我就把它黏起來了 所以他呢 剛開始先做一隻手 然後做完之後呢 再做這一顆頭 然後做完之後再做另外一隻手 那再把 龜殼前後把它黏上去 然後做腳 然後最後再把我們的頭套 好 拿幫子 戴上 我們的忍者龜就完成了 好 大概是這樣子 解析 那我們就直接來動手做做看吧 好 來 首先 綠色的 好 忍者龜綠色的嘛 打六下 一二三四四六 來六 來六下之後呢 尾巴它會 剩大概 十一到十二公分左右 齁 差不多就好 然後我們先做手齁 手 他 手肘 應該算手掌吧 齁 前面這裡呢 我給他大概 六公分 五到六公分 五到六公分之後呢 一個耳結 好 做成他的關節 然後呢 手肘的部分 就再多給他長一點 然後 手肘的部分 來我 會給他大概 八到九公分 好 八到九公分 來 接下來 手做完了對不對 頭的部分 好 就來了齁 來 其實 照理來講 我這邊應該要做一個節點 齁 應該要做一個耳結 但是呢 我發現那耳結後來有點多餘 但又有點重要 為什麼 多餘是 你如果做那耳結 你最後會不知道放到哪裡 會比較適合 但是你如果沒有那個耳結 就沒有一個 一個中心點 齁 所以呢 我們先 不做那個耳結 好 先做一個圈圈 OK 先做圈圈之後呢 我們需要先做他的臉 所以呢 我們要有一顆球 我們先有一顆球 帶上來 好 帶上來大概這個位置 好 然後做一個耳結 好 這耳結 帶上來這個位置之後呢 在這裡繞一圈 好 繞一圈之後呢 一樣在這個耳結 好 就拿這邊 就拿這邊 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好 那會偏矮一點 所以呢 可以建議你再把它拉高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好 這樣子 拉高 然後呢 因為我們手是在 這個 在這個節點 不是在這個節點 所以在這個位置呢 我們需要再多做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把氣擠掉 然後呢 把它再移過來 剛 這一塊 手的這個節點 原本在這裡對不對 不是在這裡 手是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把擠掉這地方呢 我們移到這邊來 再繞個圈 好 OK 所以就在這個位置 好 好 來 接下來呢 手 好 手 不要移養長 好 移養長之後呢 再給它一個耳結 然後 手掌 好 剩下這一段 我們就不要了 好 這是我們頭跟手 不知道的人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龜殼對不對 龜殼呢 我們用黃色 膚色 或者膚色好像也可以 不忘了 大概打四下就好 因為它氣的量好像用不到那麼多 那麼多 四下呢 尾巴會 留大概15公分左右 留大概15公分 然後 這一條它就會綁在這裡 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先綁上去 然後綁的時候 要注意喔 一定要盡量的貼合這個位置 你不要留 不要留尾巴 什麼叫留尾巴 就是 你綁的時候 只有綁一點點 這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到時候你的頭跟龜殼會分開 所以盡量貼合 什麼貼合就是 綁深一點 綁深一點 拉到很深 然後呢 把它繞起來 好 OK 好來 接下來龜殼的位置呢 我會抓一個獅子長 好 一個獅子長 那這獅子長呢 大概會是 18到19公分左右 好 然後呢 再給它一個耳結 這耳結很重要喔 來回來回 都是靠這個耳結來固定 來 然後呢 再把它繞上去 再把它繞下來 喔 這次抓得還蠻剛好的 如果說你怕那個到時候抓 抓太少的話呢 你再多灌一下 沒關係 來 如果我現在抓呢 抓到剛剛好 那你要記得喔 你做這三條的時候 第一條一定是 偏短 左右兩邊 它因為要從中心點 要下來 所以會越長 稍微長一兩公分而已 這是比較小的細節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那這樣子你做呢 你才會比較均正一點 OK 好 前面的部分做完了 我們來做後面 龜殼後面的部分 一樣給它試一下 或者五下好了 剛剛覺得那個抓有點太剛好 好 來 一樣 一樣 就這個節點 好 好 繞上去之後呢 來第一條先下來 抓到耳截的位置 好 然後繞回去 好 繞回去 好 好 不過有點 好像稍微長了一點 有空隙 所以我再重抓 它龜殼好不好看 看就是你看你抓的長度 夠不夠精準 好 來最後再繞回來 好 好 所以 前面 後面 OK 剩下的就剪掉 好 然後其實這個耳截呢 不要讓它漏在外面 好 所以我們塞到 塞到裡面去 只要把它撐開 然後 往內放就好了 好 它就變成這樣子 好 耳截就在裡面 OK 好 然後呢 我們手把它擺整 擺整齊 兩隻手是在龜殼的 側邊 好 可以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 好 OK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好 快完成了喔 接下來我們來做絞的部分 絞我 因為我們下面都會有一根 棍子嘛 我們棍子可以抓住它 所以我大概會打八下 看那隻棍子的話 1 2 3 4 5 6 啟發 來八下呢 尾巴大概就會 剩 6到7公分 好 6到7公分 然後 我們先 腳的部分呢 我們給它兩個 橢圓形 好 這就腳掌 好 腳掌多長呢 大概六七公分 好 腳掌之後 這 這腳掌是黏在一起的啦 好 所以你可以同時做 你可以這樣子 做兩個腳掌 好 然後再做一個耳結 好 這個耳結的目的是 就是讓兩個腳掌呢 讓它 往前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形狀 有沒有 好 後面頂住嘛 對不對 它就會變這樣子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 穿過去 然後 抓適合的長度 你看覺得 腳應該要多長 腳應該要多長才符合比例 好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 欸這真的是憑感覺自己抓喔 OK 這樣抓的比例應該差不多吧 好 好 來 最後一道手續 你想要它是 哪一隻呢 欸 剛剛紫色的好像沒做出來 對不對 來我們來做紫色的 紫色是 米開朗基羅 達文西 忘了 好沒關係 好 啊 眼罩的部分呢 我們就隨意 打個試一下 就好 然後 它後面一定會有 留一段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就是先抓出那一段 尾巴 然後呢 做個耳結 好 然後呢 再把它 這樣子 量一下頭圍 好 抓一下 然後 略緊 略緊 OK 好 然後後面呢 大概長度就好了 來 眼罩 跑上去 好 形狀出來對不對 最後呢 畫龜 要點睛啦 來 點睛 點睛 來 我的點睛筆 欸你們要特別注意 忍者龜它戴的是眼罩喔 不是頭罩喔 不是護目 護頭罩喔 所以呢 眼睛一定是在 這個有顏色的位置 好 酷酷的 酷酷的嘴巴 好 所以呢 我們 忍者龜 就完成囉 學會了嗎 該你喔 好嗎 對 當然 為什麼 摩索 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